大家好,我是刘星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大家好,我是一禅。 今天,一禅想跟大家聊聊关于不争、不理、不解释。 师父说,世界本不繁杂,人心装了太多烦扰,生活才变得吵闹。 给心灵一点宁静,生活处处是安逸。 做到以下三点,方能自在前行。 不争,是一种格局。 生活的烦恼,一半源于生存,一半源于争吵。 跟家人争,争没了亲情。 跟爱人争,弄伤了感情。 跟朋友争,冲打了情意。 争得了一时的风光,争不来长久的快乐。 争的是礼,输的是情。 最后受伤的,还是自己。 是你的,别人抢不走。 不是你的,再争也没用。 生活并不是辩论赛。 不是所有事都要争个高低。 糊涂一点,也是福气。 不理,是一种智慧。 受而为人,免不了被人议论。 别人眼中的你,你猜不透。 别人口中的话,你劝不动。 逼你强的人,没空诋毁你。 不如你的人,才显得无聊背后说你。 有人嫉妒你,说明你出众。 有人孤立你,说明你优秀。 随是别人的,路是自己的。 流言飞语,听听就好。 不必认真,本就不真。 别为了因和他人,委屈了自己的心。 别因他人的目光,乱了自己的脚步。 不解释,是一种成熟。 人活在这世上,难调众人之口。 不管你多善良,遇到讨厌你的人,你就是假惺惺。 不管你多努力,遇到妒忌你的人,你就是靠运气。 不懂你的人,你说不清。 不信你的人,你道不明。 不在意你的人,你叫不醒。 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 不必非要得到别人认同。 与其费力解释,不如趁早前行。 人生在世,为人处事,无需人缘理解。 但求无愧于心,学会不争,不理,不解释。 学会放下,放宽,放从容。 愿你不争不强,却又岁月大赏。 愿你有诗,有梦,有坦荡荡的远方。 我是依禅,喜欢我的话,别忘了分享哦。 每晚八点,我在这里等你。 希望依禅的话,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